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满脑子疑问 下半段的时候也有稍微不一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来说今天这个盘先来说最近这几天的话电子股稍微有整理 先看今天盘中上面这是在盘中的电子成交比重 所以各类股里面看到今天电子成交比重就50几个百分点 相对来说在60以下的话就算是比较低 那航运的话今天到14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今天整个盘面上电子找盘的时候 它的资金还是都维持在六成以下 那当然收盘的时候的话也还是在六成以下 并没有超过六成 但是航运来说今天是第二大成交比重的 但是各类股里面来说盘中是钢铁涨比较多 那航运收盘的时候是小涨一点点 那其他几乎全部都下跌 那先来说 那电子股成交比重比较低的这件事情 那就要看你看长还看短 你如果看长的人的话 那么就要注意转折 这转折就是说呢 那市场有时候很容易情绪会一面倒 那有时候一面倒的时候 在最低点的时候 那个转折就很容易出现 那电子成交比重一般来说 如果靠近八成就过热 那六成以下相对来说就偏低 但在极短线上面 当它很低的时候盘中你会看到 其他股票在涨 它资金会出来在别上面轮动 那这轮动不是不好 但是就看你看长看短 如果你看的是比较长一点点的 或者是你想要赚大段的 那你应该是要去留意 电子股的买点 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嘛 当它到接近八成的时候要过热 过热的时候等线就回 那回了以后到六成以下 那就会接近什么 就会准备准备迎接买点 因为市场情绪常都一面倒 比方我们看航运今天 它的成交比重到十几个百分点 那早上一度是更高 但是今天航运的走势 其实反而有点开高走低 蓝色是航运的走势图 那么还有一点开高走低 那当然航运我昨天有谈到 就是红海嘛 不是2317红海 是红色海那个红海 红海因为夜门派军的事情呢 所以大家绕到 那绕到之后 当然你的航程就变得比较远嘛 那航程变比较远 于是乎这个运价上涨 这个讲的是货柜 那但是呢 这个事情我之前说就先做短线 先做短线是因为 它当然会有一点影响嘛 但是会不会是长期的影响 有没有 基本上它就是短线的一个 短线一个插曲啦 因为航运真正决定比较 长期走势的还是在它的供需 那供需大家知道 从上次疫情之后 那么到今年的供需都不会逆转 就算你红海上面有一些问题 红海有一些问题 它会造成它短线上有一些波动 但是它不会把供需转回来 所以我这边说 你基本上就是用短线看 对不对 短线看的话 来今天是不是继续涨 今天长荣有没有 阳明都还是继续往上 那你做的话就是怎样 你做的就是做短线 你可以做短线啊 短线怎么做 短线就是看量价做嘛 是不是 你市场资金有的时候 你可以进去 但进去之后 市场资金散的时候 你就要散 对不对 就像上次散庄涨的时候 我也讲嘛 散庄 它好处是哪里 好处是机器低啊 没有涨到 所以在电子休息的时候 其他资金就往别的地方去点火 那这点火它不是没有道理哦 那其实也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你既然后面是走多头 那你有一些躺在地上 股下当然就会反弹啊 它也没有道理一直躺在地上 对不对 更何况它短期 那个时候BDI是涨了 但是我说那就是一个 那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配角啦 它不会是长线的主角 长线的主角还是在电子上面 为什么 因为各行业来说明年真的景气上来比较多的 然后呢需求会成长比较多 它还在电子啦 所以航运我当时也讲嘛 对 我说你这个座就是怎样 你看量座是不是 这里上来最大好处是因为它没有量 前面的话是沉跌很久 所以它上来很快 但是它一旦爆大量之后 你就要准备闪人 你就准备闪人啦 它就慢慢就会怎样 一直盘跌 它就会慢慢的盘弱下来啦 这就是说呢 其实这一些我觉得 反弹有道理 但是不会是主角 那盘面真的主角在哪 其实还是在电子上面 好 所以呢 来看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疫情嘛 对不对 新的变异株 JN1 JN1正在各国流行 好 那所以呢 一好一坏的消息 好 那么先说 那之所以说 所谓的坏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坏就是说 那专家是怕说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那就会失去戒心等等 所以说你还是要提高警觉 这是所谓的坏消息 那所谓的好消息是什么 所谓好消息就是 这基本上 原来的疫苗是可以防范的 原来疫苗可以防范表示什么 表示其实你就不用 它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它不会像以前这样子 造成这个全世界没有遇过的时候的大流行 然后造成大恐慌 或者造成所有的领腹界相关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大缺火 对不对 基本上不会 因为呢 这个是原来的疫苗 它可以防范的 只是说 有一些人呢 如果你也没打疫苗 你也中过的话 他可能会再走 他有逃脱的能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面看起来的话一好一坏 但整体来说 跟以前是不一样 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但今天的话呢 就有上涨 来看今天另外一个很强的足迹哪里 就是防疫相关的 对不对 所以今天很大 第一个就开盘没有多久就冲涨停了 然后再来呢 还有茅宝 有没有 它开比较低 这几个指标你看谁 这几个指标当然先看最上很大 有没有 因为开盘第一个表态是谁 第一个表态就是很大 它是开最高很快就锁上去的 是不是 然后再来才是所谓的茅宝 茅宝是开在一半左右 看一半左右然后拉涨停 然后最后一个跟上来的是汤纳向 那这里面怎么看呢 我刚讲其实现在口罩不缺 现在口罩其实并没有缺 那这个疫情不会像之前那样 有没有 不会像之前那样造成这种大缺货 然后要经过几个月的生产的调整 然后才会出来 它现在部分不会这样 所以那就是指一个话题 只是话题意思是它短线会反弹 但反弹的话你也不是照基本面做 对不对 我们来看的话上次恒大我讲 上次涨上来这一段 有没有涨很快 那好处就是因为前面很沉淀嘛 是不是 前面你躺在地上很久完全没有亮 所以你一拉很快 是不是 那你拉很快之后 一到大量你就要准备出 准备出之后拉回来 那现在的话再来一次 那这一次会不会有上次这么猛 我觉得不会啊 我觉得这一次还是会涨 但是幅度不会这么大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前面进去的人你就一样 你看到大量就可以走了 你看到大量就可以出了 这就是说什么呢 这就属于它的这个 在电子整理的时候 资金到别的地方去 它就是有没有 应该算是电档演出啦 所以的话 今天的盘有去就有去在这里 因为今天也有很微妙的变化 这个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还有一个 最近对盘面稍微有点影响的是什么 ETF ETF大换股 有没有 ETF大换股 00919换股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你可以看我YT YT里面都跟大家讲过 那00900也换股 00900换非常多 是不是 你看它换股里面 哈喷叭叭的加起来一大堆了 对不对 24 6 8 10 对不对 12 14 16 18 20档 足足换了20档 其实它成分股只有30 一共只有30档 所以就大换血了 30档换掉20档 那这边是它剔除的 这边是新的成分股 所以呢 最近太多ETF在换股了 是不是 那这个的话呢 都几百亿的资金嘛 所以当然就会让个股 也震荡比较大一点 有的是新增的 有的是删除的 所以713有换股啊 那也纳入了一大堆新成分股 然后也删除了一大堆的股票 所以这一些的话 当然会对短线有一些影响 因为呢 有没有 它后面就是夹带了什么 夹带的资金呢 这些资金它就是会 它就是 它就是会买嘛 应该讲 尤其是如果大家越去申购 你买的越多 它其实就买的越多 对不对 所以ETF相关股票里面 像919今天是不是公布 它是不是公布了8档 这是今天大家看到 正式公布的 但是在正式公布之前 上礼拜我就已经把 919的新成分股 告诉你了 对吧 上礼拜我就已经把 919的新成分股 告诉你了 那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其实你在投新的官网就看到了 它上礼拜就更新了 只是市场上很多人是看报纸才知道 那当然就慢一点嘛 那上礼拜你在官网上就可以比对出来 上礼拜就更新了 所以我上礼拜就说 我已经告诉你这个 919的新成分股 一共这里这8档而已 那这8档 哪一些股票 谁比较强 谁比较有机会喷出去 都在我们的YT频道里面跟大家说了 是不是 而且上礼拜我就跟你讲了 所以我说YT要定起来 你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YT的 来这边都会有什么 有我们的这个 这个QR Code 或者你直接在YT上面搜寻 金融软实力 软就是我这个软 你直接搜寻 你就会看到了 然后你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 为什么小铃铛也要打开 因为我们一系列的影片 以后会越来越精彩 而且都会针对大家最想知道的话题 比方我们一系列美债的问题 也很多朋友很喜欢 因为我跟你谈的跟别人都不一样 有一些就是我自己独家的一些表格 所以你关心ETF或关心美债的 也一定要赶快把YT定起来 而且我们这个礼拜 过两天还会有一个新的 美债的影片 那过两天的新影片里面 会跟你谈一个 很多人在谈美债 谈美债ETF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你不知道 有一个最重要的 很多人还不懂的 很多人不了解 但你看我的影片 你都可以马上了解 而且我用最简单的方式 让你了解最难的东西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YT还没有定起来 记得一定要赶快定 包括00919的新成分股怎么看 那这些成分股 我上个礼拜 上礼拜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好 所以还没定的话 记得就赶快把它定起来 好 那我们回来看大盘 那大盘的话 有个重点 就是说我刚刚说物极必反 你看电子成交比重在50几% 是不是 那市场上面就一窝蜂 很多人说 转到钢铁 转到船产 然后转到这个 转到航运 其实多头本来就会轮动 你主流休息的时候 其他人会电档演出 但是电档演出 它是一个短线的一个轮动 那你操作有两种 你一个就是什么 你可以跟短线做 但你手脚就要快 那个就是你就是 照技术面跟筹码面做而已 另外一种你是怎样 另外一种你就是守株待突 另外一个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等长线的真正的买点 真的走多的股票的买点 所以今天盘有特色就是 早上的电子股成交比重比较低 所以市场一窝蜂全部都在什么 钢铁 航运等等 那我并不是说不好 只是我说 你一定要知道市场的情绪 它常常会有什么 它常常会物极必反 它常常会物极必反 要不然为什么 很多人在股票上没有办法赚钱 如果你都随着大盘的情绪做 都会赚钱的话 市场早就发大财了 是不是 有没有 所以我说15975怎么来的 就是那个市场的情绪 15975的时候大家看到 煤债是高高在上 值利率那个时候是5%多高高在上 台币那个时候 32块多 大家喊343536都有人喊 所以你要看市场情绪 你要就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抓到那个情绪去做短线 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当那个情绪扩散到 一面倒的时候 那你注意转折就要来了 对不对 要不然我说15975怎么来的 就是那时候大家一面倒 对不对 大家觉得台币不得了了 343536都会有 大家觉得美债不得了了 以后就是5%多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要讲 是不是 然后大家看到破线 这个都不出还能干什么 对不对 大家觉得年线也一定破 但转折就这么来的 所以市场常常都是这样子 当它的情绪发挥到极限的时候 很容易会怎样 很容易要酝酿转折 所以就像今天的盘一样 当电子的皮质掉到六成以下的时候 那很多人就弃电子去买其他的时候 你小心转折就要来了 你小心转折就要来了 所以我说今天的盘呢 很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在酝酿这些 类骨轮动的转折 来我们看呢 就是有一些资金是守株待兔 那就等这些好股票的买点 对不对 比方说呢 今天电子成交比重 降到只有50几%的时候 但是有一些股票默默的上涨了 照例开始怎样 开高走高拉涨停 这是折叠手机 折叠手机就走多头 短线也拉回过 对不对 反而在今天很多人去追 航运也好 钢铁也好的时候 是是 那今天把它拉涨停 那富士达也一样嘛 有没有 富士达也一样 有没有 短线上已经连涨两天 昨天已经开始默默的转强 越来越强 今天的话继续往上面走 所以还是会回到原来 长期的东西 也就是说 所以我说你的策略就两种 一种你做几短线 你就跟着那些跑 但是你如果做的是 想要赚更多的 那其实你应该要怎样 你应该要买好股票的买点 而这个买点 我觉得最近陆陆续续就要到了 就像刚刚讲 折叠手机 绝对不是你去买的嘛 也不是一般散户买的嘛 对不对 会在低点等 买点到了进去 用力敲进的 它就是大户嘛 对不对 因为只有他们会在低点接 是不是 所以我说大盘来讲的话 你要注意 为什么我说 我认为明年 我认为电子还是主流 因为成长最大还是在这里嘛 是不是 来 Intel明年新的处理器 这重点不是说有几款要用 重点就是明年大家都会出 大家都会出的时候 就是换机槽 是不是 也就是说零组件 新的 新的 新的商机就来了 因为几乎全部都升级嘛 你不是升级就是用量变大 对不对 所以IC设计也是迎接AIPC的拉货潮 好 那本来就已经落底 加上你后面又有新的 所以明年电子是会越来越好 对不对 讲到电子之后就要讲到谁 像是IP 好 你看到IP 世新来看世新 好 世新短线是不是拉回 是 短线也拉回嘛 但你看这趋势走多 还是走空 这就是走多嘛 是不是 它完全没有改变多头的趋势啊 那你买在这里会套嘛 你拉回到这里是买点嘛 你买在这里短线会套嘛 对不对 但是它有没有改变它常见 没有嘛 它还是一波比一波高 它还是向上轨道 没有错嘛 是不是 那后面我觉得也还会创新高 好 所以呢 你要把握就是很多股票 现在拉回的这些买点 对不对 现在拉回准备开始酝酿下一波的机会 这个才是真的做股票可以赚钱的地方 对不对 就像IP来讲的话 金利克今天也回嘛 对不对 今天也回嘛 那回了之后拉下引线 是不是 下引线也不是你买的啊 但是回过头来看 那它一段就可以涨这么多 它一段就可以涨95% 是不是 那还包括什么 它现在还只在这里而已 有没有 615 615是在涨什么 615涨行政电脑 行政电脑的商机 两年前那个商机叫做还稍微早一点 现在商机是已经接近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一次 看上一次的差别是 上次没有边缘AI 这一次有边缘AI 所以你拉回是早没一点 对不对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 我觉得已经默默在转强 为什么 因为物极必反嘛 当市场上一面倒 全部看在航运啊 钢铁等等的 对 并不是说它们不好 而是说长线的主流还是电脂 理由是因为 明年电脂的成长性 本来就比较强 明年有新应用在电脂 对不对 所以那就是说 当电脂休息的时候的 一个轮动的电档演出 那个东西没有错 但是你要转大的时候 你就要怎样 你就要注意到 短线上面 什么时候会转折回来 而这个转折 我觉得也快到了 是不是 再来看看 这个一样是什么 一样是IP股 那安国今天就是尾盘就拉起来 有没有 到尾盘的时候 就从盘下直线开始往上翻红 然后今天怎样 今天上涨做收 这些东西其实也没有改变 对不对 然后变成鑫河 那鑫河呢 鑫河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有没有 正式做安国的总经理 这个也是有没有 正式出来的什么 人事安排 所以就是说你从筹码上面 你从股权的转换 然后再从人事的转换 这一些都是什么 中线一定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中线这些东西不会改变 对不对 你不会今天做了总经理以后 明天不做 你不会因为今天入股了之后 明天不入股 对不对 那些东西是长期的中期的改变 那些改变东西在不在 它还继续在 但是股价拉回整理过 那就是你更好的买点 对不对 那就是你更好 更好的 更甜的一个价位嘛 更好的一个进场点嘛 那那个才是真正决定中长期的 是不是 中长期能够涨多少 最大的是你产业怎么样 对不对 你的发展性怎么样 你明年爆发力怎么样 那以安国来讲 你就是脱胎换股 你加了一个新的东西 不是只是并来好玩而已 而是人事也排进来了 人事安排完了之后 接下来什么 接下来就是订单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都属于什么 基本没有往上的股票 所以我才讲说 当然新核团队是联发客来的 那我觉得长线是很有爆发力 好 那所以呢 就要把握好股票的买点 那我觉得 在最近因为电子的成交比重比较低 就是它在之前 从70几%慢慢降下来的时候 那就电档轮动到其他的族群 这些东西是大盘的轮动 它没有错 它也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不觉得它叫做不健康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短线的轮动 但你要注意的是什么时候转回来 当电子在六成以下的时候就要注意 那个叫做准备物极必反 那准备物极必反的时候 你就要把后面成长性够大的股票先锁定 我觉得今天已经很多人这么做 已经很多人在低档开始偷偷的接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很多股票是留下影线 很多人是留下影线出来是什么 就是那个点坏要到了 好我们来看这次是走多头 这一样是越走越高多头走势 好所以呢 来这也是明年会大逆转的 其实11月营收已经上去了 12月营收一样会上去 好那接下来明年就大爆发 明年第一季可能要恢复信用交易 好所以基本上就一滴比例高 那这个是上次的买点 也是拉回之后的买点 那这一次我觉得也酝酿新的买点 好所以很多好股票可以去留意 那包括呢 这是另外一个新挂牌 叫做新兴网 那新兴网是电商营运的服务龙头 好Google的代理商 好大股东包括新竹物流 那宝瑞老板的宝雷也是大股东 好那如果获利六七块钱 来说明年大概相当十块钱 其实今年数字是有一点点被扣掉了什么 扣掉了这个挂牌的利益 挂牌的这个费用 把挂牌费用算进去 所以是六七块钱 但明年没有这个再加上自己的成长性 就是十块钱以上 好但是这次盘面上面 应该说是唯一一个 在电商全方位营运服务的公司 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所以它包括你的网站的设计 到营运到金油物流 其实全包 所以的话东西也跟别人不太一样 那再来的话呢 包括代操的品牌 是150个以上的代操品牌 然后呢 还有三大通路之外 还有包括20个潜力通路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也是蛮有爆发力的股票 因为呢 它的股东 股东里面包括新铃 新铃是国内的这个 国内的快销产品的龙头厂商 因为它很多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东西 都是它的 包括像利顿红茶啦等等之类的 所以它其实是这一块的龙头 非常大的一个龙头的公司 新竹物流就负责里面的物流了 所以呢 除了这里面之外 当然还有加上一个谁 加上一个宝瑞 其实也是大股东 宝瑞的老板 也是大股东 那就是宝雷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爆发力很大的 因为如果以电商的EPS来说 这其实比较类似9EAPP 如果要讲起来是跟9EAPP比较类似 但是多的就是物流 它多了一个物流的东西 还有多了一个快销的 快销的这个 这个 这个大股东 这一点又比9EAPP强 但如果评价来讲的话 就是严重偏低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 可以值得注意的股票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 就找就是把握好股票的买点了 因为盘 电子的成交比重压到极致 我觉得随时都可能会反转 那电子本来就是真正的主流 所以拉回也是很好的机会 也把握新股票的买点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把握好股票 那么多头的特色就是呢 走一步以后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又再涨去 但我上次就讲过嘛 你第一波上来就是45度 那时候我跟你说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大家都认为 那里会破底 我跟你说那里就是要V转 那上来以后我也跟你讲 它不会一直走45度 它接下来就是一个 往上的一个箱形 那往上的箱形里面 那你要注意 拉回说你要找接近买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要去布局 所以呢 现在的盘它走的不会这么快 但它向上回到完全没有改变 好 那我们回来看 那产业上来说 当然我觉得明年很多的机会 那包括像是印度的这个 那印度新的建设 明年量非常的大 那这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的标股就继续涨 所以康权呢 来在当时这里只有50块出头 50附近 那就开始一路上去 那如果要讲平价的话呢 那这就非常大的空间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明年6到8块钱 保守6块乐观8块的话 这股价就严重偏低 再加上它跟印度关系本来就非常的深厚 所以呢就一路创新高 从50附近55块59块钱到60块钱 占上60块钱 昨天还是创新高 那昨天还是创新高之后 今天也继续创新高 那看到今天 来一样 开高震荡一下又继续拉高 那今天呢 最高64块3毛钱 一样创新高 收盘63块8毛钱 也一样创新高 所以股价其实最后会怎样 还是会走到它原来该走的路 好 该要大涨的还是会大涨 所以我说现在到年底的时候 你要看的是什么 你要看就是明年的高成长性 好 所以为什么我说 航运也好 钢铁也好 好 并不是说不OK 而是说其实他们应该讲 明年也有成长性 好 但是呢 成长的力道没有电子这么强 好 因为明年 我觉得真正的主流还是在电子 因为你新应用在哪里 新应用在电子嘛 对不对 现在库存消化完毕 要开始新的回补潮也在电子 新应用也在电子 所以明年真正成长力够大是电子 所以你应该是要趁着这几天 有拉回的时候找买点 那这两天 今天下半场已经开始了 有些资金已经进去了 那些资金就是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你拉回后后面的一大段 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反而是好股票大好买点 所以你还没有跟上的 想要后面赚大钱的 就跟上我们的行列 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等一下就有电话 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新的标股的操作 后面就是准备赚大钱的时候 跟我们线上的注意联络 一起来赚钱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服务当值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努力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